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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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確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跟他們這個附近公司在這個部落 就是附近部落人的名字 很期待也在裡面 如何跟我們的政府對話 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是要的平常 那你們不是說附落青年 因為你們在那些時候 那這樣的一個開發案 你們不是說附落的同樣子 其實前面也是很短的對不對 給大家聽 都是受傷一點的感覺 小時候我還是在那邊玩笑 然後到圖中我就覺得很快就不能用 現在都不能用 整個地貌都跟你們一樣 生態也會不太一樣 這樣的事情要重新的 對於對於是非常大少 很多的時候 我覺得是沒有那個態度 那個在掌握這些權力 原來你把權力認同於這時候 這麼一樣在傷害的地方 我覺得對原來是非常不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附落的人 當然還是不希望這樣事情在發生 也是最後在發生 所以你們的基本意識不是說 我們要 呃 取得部落同意 是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可能還會把這邊都公告 不是控制 取得部落同意 這是一定要的 確定 那部落負責的態度 就是他們 反對 就是部落的態度 當然是 對於自己的權力 為我們重要的生活區 那這些事情 在我們生活區裡面 所有的 進行的開發 我覺得都要部落的 甚至 那個海洋法 我覺得也要進入 跟參與 OK 好 謝謝 謝謝